佐敦油麻地一帶有確診者大廈的居民要強制檢測 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認為 當局應該同時實施禁足令 如果用到的話效果會好很多 因為內地都是這樣做 內地一有小區爆發 第一樣就立刻就是禁足令 然後就做檢測 如果你沒有禁足令 市民仍然可以上班或者去識事 商場的病毒也一樣可以散出去 但是香港市民對這方面的抗拒可能會很大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小區的 你都盡量放一些資源 如果你配合到禁足令 你又提供到一些物資給它 你真的停頓在裡面 不要走來走去 那麼檢測效果會好很多